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房股暴涨 美元会价上扬 市场押注特朗普会当选 也一定会征收关税推高美国通胀 哈里斯特朗普民调胶着 现场请来梁梦渝分析到底谁 20天之后会入主白宫 20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关于香港战略定位提出三个中心 一个高地 也就是要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 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极致高地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三在他的任上发布了任上第三份的市政报告 就围绕着三个中心 一个高地来做目标如何来推进 在两个半小时的市政报告演说当中 他广泛谈到关于如何推进改革发展经济 同时呢 重点是聚焦在名声 李家超在星期三发表任内第三份市政报告 以旗改革同发展会名声建位来为主题 封面继续沿用绿色 代表政策延续性 还有凸显香港正迈向油质极星拼发实力的阶段 在报告当中 有几个重点 谈到了新资本投资者入境香港的计划 继日开始容许投资5000万或以上的住宅物业 同时还也说提醒中央恢复深圳1000多型个人邮签注 在发展盛世旅游经济当中 也会开拓中东和东盟的旅客客源 同时也会巩固香港传统旅游吸引力 近日开始也将进口价200港元以上的烈酒部分税率减到10% 进口价在200元或以下的烈酒税率维持不变 在市政报告当中公布会加大投资和引领市场资金 革新政府投资创科产业的思路 包括设立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 优化创科创投基金 发挥港投公司耐心资本力量 政府也会推出创科加速器先导计划 报告当中也会革新输入人才机制 包括更新人才清单 那么在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的大选名单当中 加入13间海内外顶尖大学到了198间 也会打造留学香港的品牌 透过奖学金吸引境外学生到香港来升学 政府会成立教育科技 低空经济 旅游热点等跨部门统筹组 全面发展新制生产力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6日早上11点前往立法会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 他强调香港要改革求变 游致即兴 贯彻二世界三中全会决定提及的 三个中心一个高地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急剧高地 李家超表示 新施政报告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强化港府治理体系 将成立四个由司长和副司长领导的跨政策统筹机制 包括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 发展低空经济 旅游热点和银发经济工作组 同时强化公务员治理能力 积极推动政府与公营机构使用人工智能 加速数字转型 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强调 香港将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等自身优势 金融方面提出要以组合权为股票市场引入新资金 和包括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并优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容许买卖高端住宅物业 并适度扩容债券通 深化互联互通 以及增加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等 其中为巩固国际贸易中心地位 施政报告响应业界呼吁削减高额烈酒税 推动烈酒贸易及相关经济活动 新施政报告也提出重点发展新制生产力 制定香港新型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 促进政产学研头协作 包括设立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 制定低空经济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 推展建设大湾区临床试验协作平台等 加快新药审批上市 此外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施政报告提出将革新各项输入人才机制 更新人才清单 设立奖学金吸引境外学生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支持市场改装商煞 灵活增加学生宿舍供应等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在施政报告公布之前 市场比较关注的就是如果调降烈酒税 会不会让市民更多的去喝酒而影响健康 在施政报告公布之后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出来解释说 这个降低酒税的问题 他们做过一个权衡跟考量 那么以2008年取消葡萄酒税之后 人们人均喝葡萄酒曾经一度上升 但是到了2023年 人均葡萄酒的饮酒量已经回落到 取消葡萄酒酒税之前的水平 那么降低酒税 他也说有助于高端酒类的贸易 有消息人士分析说 列酒税调整 香港政府会减少收入 大概是2亿元的税款 但是整体来说 会提升香港的贸易中心的地位 我对刚才行政长官李家超 谈的一个词非常感兴趣 叫做改革求变 所以这次整个基调和以前不一样 特别是再往前一些时间的施政报告 关键在于什么 在于求变 香港油质吉星 有很多机有的东西 有很多好的 也有一些需要改的 但以前的时候就有很多条条框框 或者是程序问题 或者是时间问题 就动不了 那现在就这份施政报告 从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求变这两个字 要主动作为 因为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国际的形势还会进一步的变化 比如说一会儿可能会谈到了 如果特朗普再当选 会怎么样 对吧 那么我们就是要以变来应对变局 那么变的时候会发现 香港其实很多优势可以无穷的发挥 比如说像高财通这个事情 这次就进一步去发挥更多的学校 然后像高收入的人才 A类人才可以三年之后 一下就给他三年的签证 要有更多的时间 利用香港的法治和很好的制度优势 在香港创业 在香港来开展更多的相关的活动 还有就是教育和科技 包括低空经济都写进来 还有让公务员体系 在辩明服务方面 更多的应用AI技术 这个是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香港的电子的服务系统 要是和内地一些城市比起来 其实还是差距挺大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开车的 道路上的罚款的问题 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现在也在往前推进 但是这里面就是一些核心的问题 要通过求变来解决 香港的土地问题 所以以前的时候 有些政策很奇怪 你吸引投资移民 不许人家投资房地产 那是你没本事 你把土地供应出来 大家不都赚了吗 他有钱投不进来 非要他去投资股票 投资别的东西 所以很多问题一想通之后 他这个求变的思路 就能够迎刃而解 谢谢文辉 中央政治局在9月下旬的会议当中 指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住建部等部门在星期四 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就会介绍关于稳楼市的情况 这个消息令市场有所期待 下午的时候 内房股也因此大幅度的上涨 先来看一下 在相关的消息 有些什么样的进展 尤其是楼市在回稳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在星期二已经预告了说 星期四上午10点钟的新闻发布会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霓虹和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负责人介绍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 而四个内地一线城市在国庆前夕 都已经出招旧楼市 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大幅度松绑楼市限购要求 广州则是全面放开了限购 所以我们看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回暖情况之下 一线城市在很多甚至有些出现了日光盘 另外又有报道说 住建部下属的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 最近这段时间土地市场变得热闹起来 一些民营房地产企业开始回厂拿地了 主要是在广西方面 我们也看到在最近的房地产市场回暖 这一时的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备受关注 马上就来看一下星期三的股市表现 虽然说在调整的过程 但是内房国的表现真的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内地股市延续震荡调整的格局 互持在地产和金融板块走高的带动之下 一度上涨超过1% 但是上行动力不足 午后一度翻率 中场闲首3200点关口 市场还是憧憬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 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有什么明显的政策 上证综止收盘3202点上升1点 深层指9965点跌1% 创业板指数收跌超过2% 港股明显波动 横指收盘20286点跌31点 主板成交回落到2083亿港元 科技股指数跌1.09% 国际指数跌0.14% 那么市场也是憧憬有关于星期四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所以在香港上市的内房股大幅度的上涨 其中荣幸中国涨120% 荣创中国涨40% 钢铁有关的概念板块也是走强的 加兆业 负利地产的涨幅也都在三成上下 人民币汇价收盘下跌三个基点 在收盘7.1150 连岸价在7.12到7.14附近 日元跌到了149.3 美元汇价上到了103.4以上 美元汇价为什么短短在这两个星期上涨 市场认为是因为押注特朗普可能真的在20天之后会入主白宫 美元最近在上涨 美股也屡创新高 市场是不是在押注特朗普胜选 美国再通胀风险抬升 使得美国的这个这个对于美元汇率会因此可能再加息或再上升 所以呢市场认为 如果特朗普如果赢得美国大选 会采取额外的提升关税的措施 会提高美国的利率水准 也会使得美元进一步的上升 最新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以45%对42%的微弱优势 领先特朗普三个百分点 跟一个星期路透社伊普所同样的民意倒查相比 两个人的差距还是差不多的 三个百分点的民意差距 实际上也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两个人可以说是叮当码头 到底20天之后 谁能够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的选举 下期回来请来南梦渝到现场来分析 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2024美国总统大选11月5号投票日正式举行 究竟是民主党的哈里斯 或者是共和党的特朗普入主白宫 全球都在严阵以待 因为各个国家的很多的政策要因此做调整 究竟谁会入主白宫 现场特别请来的是 刚刚从美国回到香港的老虎证券 美国董事总经理 蓝孟渝到现场来分析 孟渝你好 在你给我答案 究竟谁比较有可能入主白宫之前 我有个问题要慢慢慢慢的请教你 就是在这次的大选形势是比较焦灼的 前段时间是特朗普赢 后来是哈里斯 哈里斯这段时间好像又迎头赶上了 接下来特朗普好像势力又看好 所以在这种民调形势焦灼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这次的大选 跟2020年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 金一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认为今年的大选会有两个和2020年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接近的一次大选 所谓最接近就是说他们的Electric Votes会无限的接近270 当然这也就代表美国两党是非常分裂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认为今年大选的投票人数 会显著低于2020年的投票人数 如果说投票人数是在下降的 那么对于这个谁来说会比较有利 而为什么这个投票人数会下降呢 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美国总的投票人数是超过了1.5亿人次 这是历史最高的一次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投票人数会显著低于这个人数 然后民主党会因此而受到一定的损害 就是说如果投票人数下降 对于民主党来说 对哈里斯来说是比较不利的 那么从投票人数下降看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目前怎么面对这种投票人数下降的情况呢 我先讲讲为什么这个投票人数下降会对民主党是一个不利的状态 其实这个跟美国的一个投票机制有关系 其实现在大家也已经看清楚了 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大部分是集中在美国的大农村 而支持民主党的这个投票人士 大部分是大城市的这个民主党民主党人员 但是投票的星期二其实是一个工作日 那么对于生活在农村的那些选民来说 其实他没有工作的要求 所以他可以开车30分钟去投票 这对于他来说没有影响 但是对于大农村的民主党选民来说 由于他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所以他有的需要请假 有的可能下班已经很累了 而且美国投票的机制是一个注册制 所以当你在一个地方注册以后 你是不能随便投票的 你只有一个地方去投票 所以比方说你是在长岛注册的 但是你工作生活是在曼哈顿 那么其实你要回去投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投票人数下降 对于民主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好 现在第一个你预测的是 这一次投票人数会下降 第二 投票人数下降是不利于民主党的 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 还有最近特朗普的民调 虽然有一些民调显示 哈里斯是超过特朗普几个百分点的 不过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但是特朗普整体的声势是在向上的 这个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好 我来讲讲 现在为什么特朗普最近的民调优势 是在一直向上 特别是两个博彩网站 也是显示特朗普将获得大选的胜利 这个后面的原因是首先特朗普在美国的阳光带 也就是所谓的Sunbelt 是一个非常稳固的状态 这Sunbelt一共有四个州 从西到东是内华达 Arizona Georgia和North Carolina 这四个州的情况大不相同 但是他们对于川普的支持力度都是非常的忠诚 我来先讲讲内华达的问题 内华达是全美Latinos比例最高的一个州 而且这个州靠着小费的这个Latinos比较多 这其实大家都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照理说Latinos是支持少数亿的这个民主党的 但是由于过去两年 这个由于民主党的政策有很多走线的人 特别是有更多的Latinos进入了美国 跟这群已经生活在内华达的Latinos这个抢工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Latinos在美国做的工作是比较单一的 这是拉丁裔的这些族群 对 他们做的工作很多是一些劳动型的工作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民主党的边界政策是非常的痛恨 然后第二个是内华达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 也是因为在内华达这个通过小费取得收入的民众的水平是特别高的 比方说让我们知道Latinos是一个对吧巨大的一个宇宙 赌场 所以在川普喊出了对小费不征收税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瞄准了内华达 好 回到了Arizona Arizona其实是一个美国的边境州 这个边境州其实历史上就是一个红州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州第一次转蓝了 所以民主党一直认为这个州是可以变蓝的一个摇摆州 民主党的想法其实是没错的 但是还是犹豫边境的措施 因为Arizona是一个边境州 所以在过去两年有很多的migrants进入了美国 对Arizona的民众的骚扰是非常大的 所以Arizona整体民意是非常非常反移民意 也是非常非常反民主党的政策 那么North Carolina是历史上它是一个红州 它一直都是在投共和党 但是由于民主党的优势是逐步靠近的 特别是在上次大选民主党仅仅落后了共和党 也就是拜登落后了川普不到2% 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误差范围 所以民主党认为他们有能力把North Carolina变蓝 但是想了很好 但是今年恰好出了一场意外 那就是美国的飓风 也就是前段时间的飓风出现了 这个对North Carolina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 但是民主党的这个施救措施 又受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众的普遍的抱怨 所以North Carolina依旧会支持川普 好最后一个阳光带的州是Georgia Georgia在2020年非常意外的变蓝 因为它也是一个历史的红州 很多人知道Georgia是因为有一部小说 就是飘 那是一个美国的大农村的一个州 但在2020年的时候它变蓝了 但是蓝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它当时变蓝是由于有大概超过2016年30%的人的投票 以及新增投票人数60%的人是投民主党 这个民主党才赢得了那么一点点优势 所以对于今年我的一个大的预测就是投票人数下降 那么Georgia如果一旦投票人数下降 民主党是没有机会的 好你刚刚讲的阳光带四个州 如果都是倾向于共和党 那是不是代表了民主党真的没有希望了呢 其实也不是 今年特别巧的是 如果川普拿下所有阳光带的选票 民主党拿下了铁锈带的选票 那么民主党将以270票刚刚压线取得总统大选的胜利 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看民主党是否能拿下铁锈带的三个州 也就是说270票如果民主党拿到那哈里斯就赢了 对吧 所以特朗普现在跟哈里斯之间 这个到底谁能够拿到270票还是很难说的 现在呢你刚刚谈到了阳光带的四个州 铁锈带的三个州都已经分析了 如果是现在接下来的焦点呢 会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认为现在大家的关注的焦点都会是在铁锈带的三个州 也就是民主党是否会把这三个州全部拿下 当然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特朗普因为已经保住了阳光带 所以他三个州在铁锈带只需要拿下一个州 他就赢得了胜利 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看民主党是否能够拿下密西根 宾州和威斯康辛这三个铁锈带的州 但是根据我的分析呢 其实民主这三个 对于这三个铁锈带的州的认识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内地的观众啊 国内的观众对于他们来说呢 他们认为这三个州的气质是相似的 要不一起变红 要不就是一起变南 其实这三个州是非常不一样的 如果从蓝到红的分析的话 最蓝的一定是密西根这个州 因为密西根是一个工会控制的州 比方说像很多的汽车企业 都是由工会来控制 而工会跟民主党的关系向来是最好的 所以这就是密西根 在这三个州是最蓝的一个原因 他这个蓝色的比例的这个margin差不多 也就是3%左右 这是密西根 我认为这一次其实民主党在密西根还是有优势 第二个蓝的州是宾州 宾州其实是因为有两个特大的城市 一个是Pittsburgh 一个是Philadelphia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 大城市的人是特别喜欢民主党的 由于这两个大城市人口是在不断增加 所以宾州整体还是比较难 而且宾州现在的失业率是远远低于全美的失业率 好刚才提到了密西根和宾州 他们现在的这个州的一个政体的一个构成是 两个州的州长都是民主党 两个州的分别的两个参议员都是民主党 所以你们也就看得出 其实宾州和密西根是比较难的州 但是到了威斯康辛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 如果大家看一下从2000年大选开始 一共到2020年一共是六次大选 抛开2008年和2012年奥巴马的那两次大选 除外在威斯康辛每一次大选 无论是哪个州取得胜利 胜者的赢的那个比例只有0.5左右 每一次都不例外 这是历史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州的一个政体是怎么构成的 他的州长上一次是红色的州长 这一次是蓝色的州长 然后他的两个center 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 所以他整体的一个气质就是一个非常分裂的州 所以我们需要看威斯康辛这次到底投谁 谁就能够过270票 好不管是投谁 美国大选之后 美国的政治格局会是怎么样 因为如此的接近都很难分胜负 大选之后的美国政治格局 如果是川普在这次大选中取得了胜利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共和党会控制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三线控制 跟2016年一样如果是哈里斯取得胜利 那么哈里斯会赢得民主党会控制白宫 但是参议院一定是共和党的 House通常是跟着白宫走 那么美国会还是一个分裂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状态 如果特朗普赢如果共和党赢的话 那又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如果共和党赢 我的一个判断是 他大概会把它2016到2020年的政策 再加倍地实施 结论我还是要问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谁赢的胜算比较大 如果我硬要这个最后按下一个按钮 我可能会认为特朗普的胜算要大一些 谢谢蓝梦云先生到香港 我们的直播现场来分析一下 美国大选最新的形势 也感谢收看我们再会